广州没事做现在老铁宿舍 没有事做招工的没有 发货的也没有 人全部在这里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今年深圳的街头 多了很多一些流落街头 找不到工作的人群 包括我家附近的这个人才市场 我每次经过的时候 都会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应聘工作 甚至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人说 这个月我再找不到工作 下个月的房租可能都成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呢 外贸行业逐渐扩大 但是很多做外贸的朋友 应该会感觉到2023年 这个外贸明显订单有所下降 整个行业受影响 劳动密集型岗位减少 住三角长三角呢 港口大量的空机庄向对积 江浙广深很多工厂订单缩水 大量的群众找不到工作 出现了罕见的返乡潮 针对于这个问题 人民日报也强调刊登说 要放弃一切幻想 促进产业升级 不得不说这一则消息 确实是给了很多做外贸的人 指明了方向 也给了众多失去工作的群众 一颗定心丸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 只说实话的频道 这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订阅 我是一名做了十年的全职太太 我依赖了我老公十年 我老公是一名IT从业者 今年40岁 已经失业一年了 在过去的日子里 我们一直享受高薪带来的优质的生活 没有计划 没有规避风险的能力 导致现在入不敷出 被迫消费降级 以往每个周末都会带孩子 逛商场消费吃饭 现在的周末只去公园或者爬山 今年我取消了两个孩子的兴趣班 往年换季都会给孩子买衣服 今年老大穿完老二穿 我已经一年没有逛街了 就连以前看不上的拼多多 现在都要货币三家 今年的双十一 我竟然一分钱也没有花 所以劝诫大家 以我们为力 克制消费 有计划的攒钱 有计划的生活 钞票才是普通人生活的底气 兄弟们 这是北京 曾经有特别 经常来的一个超市 叫加勒胡 现在已经是人走楼空了 一面季节 之前我们想到是停车 也是需要排合城市任务队 你看对那那几家商户 当年我是特别忘了 现在 当然看着有点 心里不太舒服 这个地方是我在北京的时候 经常想要来的地方 不管是吃饭 购物 现在 还不行 我很好奇今年失业的人 到底有多少 我也是从11月31就失业 失业快一个月了 然后我就开始发视频 才发现其实失业的不止我一个人 有很多网友也是失业的 而且发现他们失业时间比较短 时间最短是一个月 身边有几个爷没上班 问了他们也说找不到工作 已经不想找了 快过年了 但是爷不敢回老家 怕家里人知道失业了 说个不停又说不务正业啥的 村里的那些三姑六婆在村口讨论 所以还是待会出租一比较好 很多人都说我们找工作真的有那么难吗 其实不是难 只是找对口或者好一点的难找 只是大家都不想随便找一份工作 自己不满意 然后上班没多久又想离职 这样一直反复也很累 然后还不开心 所以家人们你们现在的工作 是自己想要的吗 大萧条越到园里越厉害了 像我们市场上半年大萧条生意不好 这下半年竟然还有经常三天两都不开张的 这是有多么恐怖啊 现在都快要年底都12月份了 还有20天就要过年了 还经常不开张 我们鞋店对面有两家商铺 是我们整个商场那两个店铺最好的位置 然后让一个老板给租走了 今年是刚开业 上半年呢生意不好 是因为没有老顾客嘛 刚搬过来的新店 肯定要有一个适应阶段嘛 没想到他们上半年生意不好 下半年还经常三天两头不开张 像刚刚他们那个店里面的一个店员 到我们这个鞋店里面来 刚刚买走两双鞋子 刚刚跟我聊天就在说 昨天他们都没开张 他们是一个店里面有两个人 没留上班 从早上八点 上到晚上八点 他们一天12个小时的班 这双鞋子都没买出去 想一想有多么恐怖 像我们商场好的店铺位置 价位呢还会比较高 所以他们还经常三天两头不开张 他也在说一个月差不多有一个星期 都是不开张的 偶尔开张也就卖个三两件 生意真的是差到一步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中国 经济增长的脚步似乎放缓了 职场上的竞争异常激烈 政府的监管也日需加强 因此 年轻一代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这种心态在他们的新与会上得到了体现 从躺平摆烂到四不青年 现在 更进一步演化成为四不青年的说法 这些术语从侧面反映了年轻人的无奈和消极 分析人士指出 这是因为政府并没有为年轻人营造一个有利的创业氛围 相反 年轻人度日如年 感受着创业路上的种种苦楚 似乎除了选择放弃 别无选择 时不青年的概念指的是不献血 不捐款 不结婚 不生育 不购房 不买彩票 不投资股市 不购买基金 不帮助老人 不被感动的年轻人 这个词会出现在网络上 就迅速获得了超过万次的点赞 事实上 很多年轻人本是充满奋斗精神的 但在泪卷这一现象 极过分竞争的环境中败下阵癌 27岁的孙科曾经向媒体透露 他出生于中国东部的一个小城市 家庭条件不错 他曾梦想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大城市之夜很安家 他曾以为这不会太难 2018年年底 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他与朋友合资65万元人民币 在上海一所大学附近开了一家串串香店 然而很快他就发现 市场的饱和竞争的激烈也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所有新开的店铺似乎都在亏本经营 要想让一家新店获得成功无意于 登天孙科从早晨六七点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回家 但店里的生意依旧没有起色 到了2020年 运队超过百万元的亏损 他最终选择了关店 他形容这段经历 就像一场持续的噩梦 最终 似乎每个人都成了失败者 在一家中国顶尖护流网公司工作的29岁女性苏菲表示 现在好的项目变得越来越少 很多人都在争夺你独立负责的业务模块 每个人都想分得一杯羹 他说 自己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我在努力拼搏 我的下属也在拼搏 我的上市甚至上市的上市也在拼搏 如今 中国的年轻人感到前景黯淡 未来无望 许多从美国长春藤联盟高校毕业的年轻人回到国内 最终成为了宅在家中的四部青年 近期 中国年轻人面临的失业问题日趋严峻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 青年失业率从1月份的17.3%上涨至6月的21.3% 创下历史新高 此后 关于青年失业率的数据便不再对外公布 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官方失业率数据仅覆盖城镇青年 为包括农村地区 北京大学的副教授张淡淡在7月份的一项研究中提出 如果把那些选择不就业 依靠父母支持生活的约1600万青年计算在内 中国3月份的实际青年失业率能高达46.5% 这一数字远超过官方在同月公布的19.7% 面对如此高的失业率 按理说年轻人应当积极寻找工作机会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这样 选择躺平极不积极求职的年轻人 数量众多 一项调研机构青年集团在2022年进行的调查显示 在接近6000名受访者中 大约96%的人表示他们知道周围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选择躺平 这一现象在26至40岁的群体中尤为普遍 同时 目前职场人失踪选择辞职的也不在少数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公司默默在2022年1月至10月期间 针对1554名在职员工的调查 有28%的人选择辞职 而那些希望辞职但尚未采取行动的人数是10比例的两倍 进入2023年上半年 默默的数据显示 又有34%的20多岁受访者选择离开 或正考虑离开中国的消费互流网行业 这是年轻人的一个主要就业领域 那么 为什么中国年轻人会从躺平到摆烂 从四不青年演变为十不青年呢 中国问题分析专家网赫认为 在任何国家 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都来自于创新和创造性的活动 而这些通常由年轻人的事业创新和创业来承担 当前中国职场环境混乱不堪 创业几乎无从谈起 之前所上导的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如今已变成一地鸡毛 以往的失败教训不胜枚举 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业简直是自寻死路 年轻人既难以创业 又在职场中难觅立足之地 他们除了选择躺平 摆烂 还能有什么其他出路呢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